拉架紅色斷帶新竹市長當選人高鴻安 現身交大參加街牌活動 最後一場的公開活動 那為什麼今天還是特地 就是選在這邊 沒有到就是立法院去 我在立法委員的期間 其實參與過的許多法案 都跟今天的這個活動 非常息息相關 這裡是要發展半導體 以及科技產業人才的基地 而高鴻安對於竹竹苗合併 升格台灣第七都 成為半導體之都 密切跟新竹縣長陽文科交流 二十二號再度會面 還要繼續談大新竹生活圈計畫 而選前倒戈力挺高鴻安的 國民黨籍副議長余邦彥 二十二號公開聲明 因個人因素要退出國民黨 外傳就是因為選前挺高鴻安 導致國民黨敗選輿論炸鍋 余邦彥議員退出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其實那是 就是等於是說 跟國民黨的這個部分的事情 那跟我的市政的這個部分 好像其實這個關聯性上 我是目前還沒有覺得說 有什麼絕對的關聯 邀請他家 目前沒有想到這麼一個 特別有創意的做法啦 會不會跟余邦彥繼續合作 高鴻安話沒說死 新竹新市長上任在即 未來新竹會怎樣發展市民都在看 三內新聞張浩義 蔡詠恩 新竹採訪報導 換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